第七百七十八集 霍玉浩眼神一宁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了 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进一步的考验 还是考验已经结束 但他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信心十足 不但没有恐惧 而且还有几分期待 这一顿残酷的折磨并没有白白承受 无论是他自身的实战能力 还是精神上的坚韧 都有了长足进步 光影闪烁 地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六边形光影 无数繁复的符号在其中流转变换 不同于之前的限制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由的 霍玉浩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魂力 依旧在欢快地流淌着 自己的精神力也不再有任何压制 唯一令他郁闷的是 他的下肢又重新冻结了 之前那极致之兵天地原力解除的效果消失 而且现在的他联系不上自己的魂倒戒指 无法把那人形魂倒器释放出来承载身体 所以就只能坐到在地上 还需要用手臂支撑才能勉强坐稳 正在这时两道金光同时亮起 就在他面前不远处两道身影渐渐清晰 出现在他面前 这两个人相互搀扶着 但当他们的出现时 全身都是血乌 如果不是霍玉浩对他们还算熟悉 还真的很难认出他们 戴华斌诸禄 霍玉浩惊呼出声 戴华斌也看到了他 抬起头 勉强地向他点了点头 有了上次霍玉浩帮他救父的经历 他对霍玉浩已经不是那么排斥了 但此时此刻 在他那虎目之中 却满是悲伤之色 此时的戴华斌 全身上下几乎到处都是伤痕 就像是从染缸里出来似的 全身上下都是血字 但他却依旧坚强地站着 而诸禄整个人却是依偎在他怀中 身体轻微地抽搐着 不时发出嘀嘀的呻吟 霍玉浩身距灵谋五魂 那是什么眼力 他一眼就看出了诸禄的不妥 当他定睛看清诸禄身体的变化时 不禁倒戏口凉气 诸禄的样子实在是太惨烈了 他整条右臂已经齐根而断 更可怕的是他有半张脸都消失了 上面血肉模糊 甚至连鼻子都只剩下一半 耳朵也只有一只 另外半边完好的面旁 是惨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戴华斌 诸禄这是 这是怎么了 霍玉浩忍不住问道 他现在很难移动 所以也只能坐在那里询问 戴华斌用力地抿了抿嘴唇 他受了毒伤 为了让他活下来 霍玉浩一下就明白了 再看戴华斌那一身伤痕 他突然觉得自己心中对他的恨意 竟然淡化了几分 不 不能忘记仇恨 当初是他伤害了你妈妈 妈妈才会 可是妈妈 为什么在临死之前却不让我去报复 只是说那是命运的安排啊 霍玉浩有些痛苦地闭上双眼 在戴华斌看来 他的样子却是充满了怜悯 扶着朱禄坐下来 戴华斌低下头 让朱禄躺在自己的大腿上 此时的他 平时凶悍的眼神只剩下温柔 看着朱禄脸上和手臂处惊人的伤口 大滴的泪水不断走到隐谋中滚落 露露 你放心 当我摘下你手臂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决定了 无论你未来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好好地爱你 娶你 做我的妻子 在我眼中 你永远都是最美的 要是谁敢说你丑 我就杀谁 我会好好地呵护你 哪怕是我死 也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戴华斌哽咽着 他在说每个字的时候 都会不断有泪珠滑落 所有的誓言都不如真正的经历 当他带着朱禄出生若死 几次闲死还生 才终于通过了真心大冒险之后 他已经完全认清了自己的心 也终于明白了 在自己心中 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正在这时 又是两道金光闪亮 霍宇豪赶忙将目光 朝着这两道金光看去 尽管戴华斌和朱禄的样子令他心情低落 但他也明白 这意味着戴华斌和朱禄已经通关成功 应该能够活着离开这里了 那么其他人呢 剩余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和他息息相关 要么是他的好友 要么就是他的兄长 更重要的是 还有爱人呢 两道金光逐渐清晰 这一次出现的两个人 和戴华斌朱禄的惨烈样子 却是截然不同 他们也是紧踢在一起 不过却是搂抱状态 身材高大的徐三石挺胸跌度 一脸的意气风发 那样子别提有多得意了 绝美的江南南依偎在他怀中 翘脸上还带着几封红韵 搂着他的一条手臂 脸上满是满足的微笑 尽管眼角处也有泪痕 但怎么看那泪痕都散发着幸福的味道 三师兄 四师姐 你们没事吧 霍雨后赶忙高声叫道 我很好 好的不能再好了 哈哈哈哈 徐三石看到霍雨后 立刻得意的大笑起来 不过他紧接着就看到了抱着朱禄的戴华斌 不禁皱了皱眉头 向着霍雨后递出一个询问的眼神 他们受伤不清 朱禄还 不用他继续说下去 徐三石也看到了 朱禄的样子就算是他 也不禁倒吸口凉气 无论怎么说 大家都是同一所学院的 没有幸灾乐祸 徐三石快步走到二人身边蹲了下来 柔和的玄武魂力释放而出 在他背后 龟蛇光影闪现再没有了任何瑕疵 也不再需要任何力量去激发 就是那么纯粹的玄武 柔和的水质力迅速洗涤着带华斌和朱禄身上的伤口 不但除去血污也为他们进行了伤口的清洁 徐三石虽然并不会治疗 但他这玄武水之力的纯粹水元素 却对伤口愈合有很大好处 至少可以扫清残余的毒素 戴花斌抬起头 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感激 向徐三石点了点头 徐三石叹息一声道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 回血院后再找人为他进行彻底治疗吧 那院有一位封好斗罗几倍的治疗辅助系老师 或许能够帮他恢复几分 嗯 戴花斌却似乎并不以为意 只是将诸禄抱得更紧了 又是一道金光亮起 这次就只有一道 大师姐 看到张乐轩出现 霍玉号徐三石和江南南都不禁叫出声来 多一个人回归就证明着多一个人通关成功 对他们来说 自然是天大的喜事了 张乐轩微笑着向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也看到了戴花斌和朱禄的情况 赶忙走了过来 但他也不会治疗 只好温言安慰了几句 霍玉号冷眼旁观 他惊讶地发现 张乐轩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以往这位大师姐是会很少笑的 可是今天的他 俏脸上却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哪怕是看到朱禄严重伤势在皱眉的时候 眉宇之间也没有了过往的那份怨愤 眉目开阔 眼神清澈 他不一样了呀 正在这时 又是两道金光亮起 霍玉号迫不及待的定睛看去 啊 两声尖叫几乎是同时响起 他们似乎是直接从空中摔下来的一般 砸到了地面上 两个人也是抱在了一起 只不过落地之后 立刻就变成了滚地葫芦 看上去逐室是有些狼狈 但霍玉号失望了 因为回来的这两个人 并不是他要等待的对象 不是王东尔和王秋尔 而是宁天与吴风 宁天和吴风都在剧烈地喘息着 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 当他们看着周围 其他人注视着自己的目光时 二人不禁同时欢呼出声 没死啊 我们没死啊 一边欢呼着 两人又不禁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看那样子 是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八个人了 全部十三个人中 已经有八人回归 那么剩余的五人呢 正在霍玉号想着的时候 又是三道金光 不分先后的亮起 率先显出身形的正是贝贝 贝贝的样子像是有些呆滞 眼神凝固 似乎在努力地记忆着些什么 令霍玉号惊讶的是 一向最关心他的大师姐 在看到他的时候 眼中却流露出几分疑惑之色 眼神中的那份陌生感 就像是从来都不认识他似的 和贝贝同时出现的另外两道身影 依旧不是王冬儿和王秋儿 而是何彩头和萧萧 他们出现的样子有些怪异 萧萧竟然是直接坐在 何彩头宽阔的右肩膀上的 两条细长的小腿荡呀荡的 翘脸上翘啸燕燃 左手搂着何彩头的脖子 一脸甜蜜 他们都回来了 大家都没事 可是冬儿 霍的冬儿呢 还有秋儿 霍宇浩的双手不禁 转紧了拳头 他终于有些着急了 冬儿和秋儿 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他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 不会的 他们一定不会出问题 他们都那么的优秀 无论什么局面 他们都应该能够应对才是啊 霍宇浩的心情不自觉的究竟 越是在乎 就越是无法冷静 但也就在这时 一道光影突然亮起 但是 这一次却没有人回来 而是一面奇异的光幕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光幕 由虚幻到清晰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座冰封决地 冬儿 秋儿 霍宇浩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那冰封决地上的王冬儿和王秋儿 其他人 除了昏迷中的诸禄之外 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光幕吸引了目光 贝贝此时 也已经从呆滞状态中清醒过来 赶忙走到霍宇浩身边 蹲下身来 搂住他的肩膀 小师弟 并担心 他们不会有事的 霍宇浩没有开口 他的心虽然足够坚韧 可是当有可能出事的是自己最爱的冬儿时 他又怎能淡定 这就是关心则乱呢 声音从光幕中传来 当霍宇浩听到那平淡的声音说 冬儿和秋儿就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的时候 他的拳头一下就钻紧了 如果不是贝贝紧紧地搂住他的肩膀 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冷静 宇浩 一定要冷静 先看下去 这个鬼地方给我们看这个 一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霍宇浩用力深吸口气 他知道 大师兄说得对 在这个时候 冲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王冬儿和王秋儿的声音 一丝不差地传过来 听着他们的交谈 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怪异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 王秋儿和霍宇浩之间 应该是有些不清不楚的 但也没想到 他对霍宇浩的感情 竟然到了如此程度 就连王冬儿似乎 都有些认可了他的程度 那光影之中 二女的交谈 爱是自私的 是战友的 他以前的生命已经为你而死 而他现在的生命 是我用心血拆下的相似断肠红给予的 他应该属于我 他应该是我的 我爱他 我真的爱他 秋儿 谢谢你 谢谢你让雨昊活下来 如果没有你 他已经为我而死 我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你爱他是那么的真挚 但是 在我心中 也同样流淌着炙热的血液 而这份血液中 全是他的气息 你是的对 或者说 这乾坤问情谷 做得也很对 我们之间 本来就应该只有一个人 才能和他在一起 无论谁输谁赢 我相信 无论是你 是我 都会依旧对他好 深深地去爱他 爱他 秋儿 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你赢了 如果你可以 那么 变成我的样子 继续爱他吧 我不想他为了我的死 而伤心 你能做到吗 我的变化 乃是终极变 乃是终极变神 只能有一次 更何况 你就是你 我就是我 你是王冬儿 我是王秋儿 我要让他爱上的是我 那么 如果我死了 你不要告诉他 我是怎么死的 我是怎么死的 只是让他当我失踪了 这样 在他心中 至少还有一份寄托 而未来的日子里 你好好爱他 让他的爱 逐渐转移到你身上 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 想要动摇我的决心吗 你做梦 听着他们的对话 所有人都呆住了 王秋儿的样子 竟然是变化 像王冬的 那么他是谁 什么是终极变化 他竟然能够变化人形 甚至 接近极限斗罗修为的玄老 都无法发现的变化 这究竟是 霍运和注意的 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当他听到王冬儿说 秋儿 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你赢了 如果你可以 那么 变成我的样子 继续爱他吧 我不想他为了我的死 而伤心 你能做到吗 冬儿 他高声大叫 可是却根本无法影响到 那光影中的一切 血光崩险 王秋儿的黄金龙枪 刺入王冬儿的手臂 王冬儿却是那么的淡然 霍运和痛苦地 闭上了双眼 此时此刻 他竟然根本 不敢再看下去了 冬儿是他的爱人 是他的最爱 可是秋儿呢 秋儿刚刚说了 是他给予了 自己现在的生命 如果不是他 自己早就死在 冰火两一眼了 他该去恨秋儿 和冬儿动手吗 他没有办法去恨 此时他只是觉得 所有的错都是自己的 是自己没有处理好 秋儿冬儿的关系 才会造成 眼前悲剧的出现 怎么办 怎么办 无论是他们 谁受到伤害 都是我不愿意 看到的呀 剧烈的轰鸣 不断传来 霍运浩的指甲 却已经深深地 刺入了自己的掌心 此时此刻 他心乱如麻 玉浩 快看 从贝贝那里 传来的剧烈摇动 令霍玉浩 重新睁开双眼 他吃惊地看到 在那光影之中 出现了自己 自己在光影中 那冰封绝地上空的 另一层光影之中闪现 同时出现的 还有那蓝金色身影 这 这不就是刚才 自己和他之后一次 动手时候的样子吗 秋儿冬儿的 他们停手了 他们似乎被什么力量 压制在了冰封掘地上 他们的眼神那么焦急 一定是为了我 在那光影之中 那道蓝金色身影 正在一步步地 向倒地不齐的自己走去 在他手中 多了一并金光灿灿的三叉戟 光影中 王秋儿终于和王冬儿 一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在他们的美眸中 几乎同时流露出了绝望之色 就在这时 光影定格 那个平淡的声音 终于又一次出现了 你们的对决 犹豫不决 既然如此 就让你们换成 另一种方式进行选择 霍玉浩现在已经 到了冰死的边缘 你们谁愿意为他而死 他就能活下来 但是你们记住 如果你们谁为他死了 那么他很可能 就会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也就是说 你们任何一人的死 虽然能够救活他 但也相当于成全的 情敌与他在一起 你们只有三秒的时间决定 三 看到这里 霍玉浩忍不住怒吼出声 混蛋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我死 让我死 他拼命地挣扎 从贝贝怀中挣脱出来 努力地爬向那光影 而也就在这时 那光影却突然溃散了 化为点点光芒 在空中消散 唯有一道粗大的光束 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前方 不远处的地面上 霍玉浩瞪大了眼睛 想要看清楚 那光影中有什么 终于他看清了 在那光影之中 有两道身影 是的 两道 但是 他们却并非并排而立 而是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 大波浪长发在脑后飞扬 站着的是王秋儿 而在他双手之上 那沉静平躺着的 可不正是王冬儿吗 霍玉浩呆滞了 在这一刻 他的眼神已经完全凝固 他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紧接着 他就双手拼命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就那么用手臂的力量 朝着王秋儿脚下爬了过去 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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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